大家好,我是半大帅,欢迎收看本大观战,来关键吧,喀西的使徒啊,国父第一使徒,入恋邮差,前锋,毛女,诶,这个阵容你别说啊,如果,不过他上来的话,这个点是直接压在了毛女旁边啊,那毛女开拨车,开拨车也不太好搞啊,这个开车,刚才前锋这边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去点这个站台,前锋这边应该是要点站台的,这边抓毛女的话,毛女这边反正我吃一刀开车嘛,怎么的,你的双刀把我秒了不成,这个双刀秒的话,他得是打一刀, 然后猫封住这个点,跳过去定住,把这个毛女给定下来才行,车站应该是点掉了,前锋这边靠过来,位置上来讲,跳一波能打一刀,但是他打不了第二刀,这边直接开车,可以啊,这开车过河的,沉默一下,哎呀,完了,这手沉默,有点伤,被猫咬中了,前锋拉一波大球来撞,撞嘛,就撞了,撞了,这边,可以, 可以来抓前锋,我觉得,你要硬抓毛女嘛,也可以啊,硬抓毛女也可以,因为毛女这边确实拉开了距离,但是呢,在视野范围之内,使徒是可以通过一波跳拉近以后,等到下一只猫来带走的,等到下一只猫来带走的,闪现进去打,我这个,但是,位置上面刚好是错过了,再排,好,那这一波好像, 哦, hip hop,啊, ع そして那边不太好č,这边看了,这gaado Quad Linkifeng,但是 open praちゃう be Meh days more than it Eenh aux buena occasion? 不过他不上这个站台呢,可能能够,欸前锋,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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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赖,再乔一刀,快点,又能装救了hhh... echochtang Geochtang Geo"... 这波撞救下来,其实穷者也很亏了 因为这里前锋是一直没有修机子的 等于说外面总量加起来应该是两台多 两台半 两台半的机子 对于这个局来讲,穷者没有任何的真盛面 寒平的话还行 因为有个入恋师在 所以说待会儿,这边入恋师直接是灵鹫给上了 刚才是跟盲女友过照面 直接灵鹫给上,那还挺好的 这波灵鹫的话应该在鬼屋 这波灵鹫就应该在鬼屋 所以说盲女这里被挂上以后,使徒要直接赶路 26嘛,我觉得不太能26的 就是这波只是一个拉距离延缓你挂飞人的一个节奏嘛 但本身这个时间点的话,你这边就是不来救 找个人卡着 这个时间点也差不多 所以说你说使徒就因为这波节奏被打乱嘛 我觉得也不会,除了他找不到这个盲女 找不到盲女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能够断视图大节奏的 只要能找到的话 那 好像 要翻盘 也不会 他这边可以把前锋击倒了 他可以把前锋击倒,然后呢 挂上前锋以后做一波防守 因为穷者这边的话那个灵鹫是已经交掉了 穷者这边是没有任何能力去救下这个前锋的 他们得怎么样?他们得卡死旧 卡死旧的话,现在密码机其实是还差的 然后他们需要修一台新机子 这边在补状态,其实这个时候不需要补状态 这个时候要做的是干嘛呢?抢机子 就是趁在前锋挂飞之前啊 把这个密码机压好 然后呢让这边的入恋师卡死旧一波 把盲女状态补起来 这边的话有耳鸣,牌 那这把这个人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因为我们见过太多次 这个卡西的一个 那个防守了 他的这个防守太恐怖了 这把的话 没有办法能牌一个 我觉得没办法牌一个那个 四人开门站 这里是 邮差过来就 放猫 还行吧,这里好像有机会 猫先咬住 再补猫过来 好,那这样的话一波跳 先打 然后这边猫来了 捞下来 这里的话 有 那个啥 扛到了 那个入恋师把这只猫给吸走了 75的密码机 这波邮差过来救人 倒是确实挺精妙的 前锋是个上挂飞 前锋入恋半血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这波再来成功的防守 过来打一个 密码机点亮 没有挽留 再补 好的,先抬走 那么外面还有一个半血的入恋师 这边人先挂上 底牌的话 这边切成传送了没有 已经切成了70多秒 70多秒这边放猫 好像能打一个平局 这里有留意到入恋师要去捞人这个点吗 传送的话是没有的 这边入恋师捞下来 这边没有车 所以说他们还是得去冲那个 终点门 而冲终点门的话呢 等到这边这两个人 剩下的一个 这两个人一定会倒一个 这两个人一定会倒一个 等到剩下的那一个 要到终点的时候呢 使徒这边传送也好了 使徒这边传送也好了 直接沉默 除非你这边就是跳地窖 我觉得这边入恋师得跳地窖才行 得跳地窖才行 他不跳地窖的话 应该是一个平局 跳地窖 好像可以 跳地窖还可以 扛刀不太能行 为什么呢 这个扛刀在使徒面前扛刀 使徒是可以放猫定住人的 使徒是可以放猫定住人的 这边先挂飞 那边前锋 毛女 就看一下入恋师 入恋师这边的话 冲这个门应该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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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赶走 暴点 平局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可惜嘛 没有跳地窖嘛 毕竟我们是一个上帝视角 并且在没有操作压力情况下 他们的话呢 是个路人局 路连师可能压根连地窖在哪里都不知道 好的 那么也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